為了營造我們省家之地的精神 我們決定繼續吃便宜一點 今次我們吃的都是香港人很喜歡吃的壽司 但戴上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盡量不要出家 買一些家庭裝就回家一起分享 所以我們分別在三家不同的超市買 我們現在馬上來試試 開始 今次我們就分別買了三家大型連鎖超市的外賣壽司拼盤 說明要吃便宜一點就當然不可以用那麼多錢 今次的價錢就定了150元左右 購買的時間都差不多 盡量做到最公平、公正 買完回來 第一時間當然要看看有什麼款式 既然吃壽司又怎可以沒有豉油和芥末呢 沒錯 我們剛才看了他們的橙子在這裡 現在我們現在要試味 首先試第一間的絲絲 試了第一間的絲絲 還蠻鹹的 但最後的糊塗全都是鹹的 只有鹹的 OK 試芥末了 好 我覺得芥末很重要 因為有些是假的芥末 對 不是生蹄的感覺 我覺得芥末真的有真正的生蹄 我吃了一粒粒的 有些好像果肉 是磨的 是磨的 不是的 是真的 這個是沒有那麼鹹的 這個比剛才右邊的鹹一點 好 試一下芥末 好 其實這個芥末一看的樣子就知道 有點像外面偷了東西 不是剛才那種磨的芥末 但我覺得它很藍 是呀 嘩 我喜歡吃大藍 嘩 這個很甜 是甜的 這個很粒粒 很棒 對不起 說不到話 它呢 比起第一個那個更多粒粒 而且它工備程度是高一點 但我覺得它像是把兩者 很中和的 中間 譬如偏在中間 和右邊的 中心 我真的不敢想像 我們竟然吃屎 和華西邊都這麼有學問 這麼專業 吃壽司的飯也很重要 對呀 但未必是越大塊越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放下壽司 沒錯 講完準備好 看看哪一間 重點 好 好了 既然我們測試完豉油和芥末的味道 我們當然要測試一塊飯 很好吃 我記得也很公平 就是買回來 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 只要吃白飯 當然不會做 繼續 你說的是怎樣 硬不硬 因為這些壽司經常放久了 本來就去放了一小時 但它也很不硬 而且很黏 就是煮日本 在日本吃的壽司 雀醋味也很香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今次買回來的壽司 會變成方形 會變硬 對 非常好的 我們下一個 這個版面的飯是硬的 真的嗎? 我也看到它的飯是咀嚼度 它的咀嚼度要大 但我希望它的咀嚼度是這樣的 而且這個飯每粒很分明 比較黏的 是Civano的 真的有認真紀錄到 好,第三個 這個飯夾起來很硬 是嗎? 對 也好像黏黏的 對,也有黏的 好像很黏的 是嗎? 它... 它不是硬 它是硬 硬 但它的飯粒很大 但它各邊是硬的 好 我已經實測完這個飯了 測試沒有完畢 沒錯 好,我們還是先打開頭髮 激過我們 非精密 非正式 非官方的統計 我們手上已經有結果了 得出了三個結論 如果你是喜歡吃飽肚一點的 想吃多點飯的話 多點飯的話 是 中間這個 沒錯 如果你想吃種類最多的 一定會選 右邊 沒錯,有11款那麼多 對,有11款 對,有11款 如果你想吃魚生 但又不可以吃那麼生 一定會有一點熟 的話 左邊絕對是你要選的手選 沒錯 嗯 開餐了,不說了 開餐了,不說了 以為影片就這麼軟 太看笑我們省家子弟 因為我們覺得吃壽司 真的有點悶 太悶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有一個隱藏吃飯 我們決定自製 魚生飯 沒錯 最初要吃一個魚生飯 要百多元 二百多元 是嗎?這麼貴 還要這麼多款 所以我們現在快點煮 好感動 隱藏吃法 如果這樣吃的話 其實比一塊更開心 因為有時候我想吃這款 但那款我想吃三文魚 可能只剩兩塊 那是哪個分 這樣就可以一起吃 但是姐姐,可不可以快點吃? 好,不說了 拜拜 快點期待下一集的省家子弟系列 我們繼續吃便宜一點 拜拜